因為在那個戲裡面 六月是大姐 可莉是媽媽 張成光是爸爸 導演是明金城 對 明島 然後我覺得有家 我覺得天啊我有個家 然後我們已經都好開心 因為要上班就是等於要回家了 那時候我永遠記得一句話 就是可莉姐跟我講的 她就說在這部戲裡面 我演的是妳媽咪 就算這部戲殺情 我也會是妳的媽咪 所以在演藝圈裡面 妳都會有一個媽咪叫做苗可莉 再來第二個高光時刻 是我人生的第一個八點檔 就是歡喜來鬥陣 我就是因為這個時候認識可莉媽媽的 然後那時候我完全不會演戲 然後可是我好開心喔 因為在那個戲裡面 我有家耶 六月是大姐 可莉是媽媽 張成光是爸爸 導演是明金城 對 明島 然後我就會有家耶 我就天啊我有個家 然後我每天都好開心喔 因為要上班就是等於要回家了 那時候我永遠記得一句話 就是可莉姐跟我講的 她就說在這部戲裡面 我演的是妳媽咪 就算這部戲殺情 我也會是妳的媽咪 所以在演藝圈裡面 妳都會有一個媽咪叫做苗可莉 沒有 其實我也沒有上一個很盡責的媽媽 因為我們其實平常 你知道我跟很多朋友 也不是說每天都在互動的 但是需要的時候都會在的那種 那我覺得我一定要告訴妳 妳是一個非常棒的人 太勇敢了 我常常其實有時候想到妳一個人 妳說沒有爸爸沒有媽 就是妳沒有其他的親人 那是多麼 我覺得那是需要很大的力量的 可是妳把妳自己過得這麼好 雖然現在的生活當中有一些困難 但是我覺得這些都會過的 妳一定要相信 對 然後剛剛講那個工作 叫妳不能當諧星 妳要演戲 No 不用選擇 藝人就是 就像一個廚師 我不能今天我只能煮洋蔥麵 我不能炒飯吧 我要應付所有喜歡我的料理的人 我就是一個藝人 我就是小甜甜 我所做的表演都是每一個人喜歡的 不然妳怎麼會有阿姐萬歲 對 沒有可憐的 妳的 對 怎麼可以 就是讓妳不要這個 要這個 沒有 好好做妳自己 把妳自己做好 發妳自己的光 雖然可能這個過程裡面 有人要滅妳的光 沒有關係 那也是她的選擇 每一個人有每個人生存的方式 妳只要祝福她就好了 點點 真的啦 妳是個演員 很棒 我看到妳入圍金鐘獎 最佳女配角的時候 我也就是 對啊 這就是 真的 妳把自己過得這麼好 有時候換給別人不見得有人做得到 能扮演得好自己 是 角色也能夠扮演得好 這才是妳最大的才華